歡迎鎖定股市群會 在信捷兄這段時間裡頭 所訂立的大家 這個行情 直數持續往高點挺近 但是選股的部分 要特別留心到選股會是重點 雖然漲了41點 不過漲率乏加速的話 超過這樣一個數字 馬上為您邀請到信捷兄 信捷兄你好 書先生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午安 是 信捷兄 在這段時間裡頭所看到 這行情真的是嘎得相當兇 也是您過去所訂立給大家的地方 掌握到對的股票 就是一個獲利的契機 接下來呢 好一下 其實談到整個大盤加錢指數的部分 我相信其實今天整個受到 不論是在因為上個禮拜五 歐美股市一個飆漲 或者說今天亞洲股市的上漲 甚至你說外資 因為不論在現貨或台紙級的多單 都是持續偏多操作 以及我們在過去 從整個過年前 其實到過年前 到過完年後之後 過去這一兩個月來 這一千多點的一個上漲的行情裡面 一直跟投資人所強調的 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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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投不死心 這個多投的嘎空漲勢不止 我們看到幾檔的 強力的嘎空指標股 今天紛紛全部都亮燈漲停 把那個帶動之下 指數果然如我們所事先規劃的預期的 今天正是站穩 站在整個所謂的連線8,715點之上 不論盤中最高來到8,777點 或者收盤在整個8,747點 都持續的寫下整個今年的破斷新高 好 那談到整個大盤的加錢指數的部分 我想這一波整個行情全市場 就是我們當時在最低點的時候 個頭之後掌握到 不論當時在選舉之前的時候 全市場都在一片看空的時候 我相信全市場真的只有信解老師 我拿得出這個證據 當時在12月底的時候就講過的 選前壓縮 來 導播這邊幫我們看這句話就好了 這句話就是結論的重點 選前壓縮 是不是在1月中旬以前 台股都是一個壓縮震盪打底盤 選後會怎麼樣 選後通常會先軋空 有沒有看到 先軋空大漲一波再說 選後通常都先軋空大漲一波再說 所以為什麼當時全市場都在 都在看空喊空 甚至帶你亂放空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堅持在7800點上下附近的時候 甚至7800點下 堅持帶著我們家族成員 堅持鼓勵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跟我們低檔全力做多上來 所以不論說之前的這個表格所驗證的 甚至在整個選後 在相對低檔區的時候 我沒講過了嗎 這叫第二隻腳引南承襲 當時也是在7800多點的時候 有沒有 我說7203 這是去年這個叫做第一隻腳 這個叫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引南承襯 年後很清楚告訴你 年前台股還不會噴 對不對 一般是在年後才會噴出 就要像四年前的2012年 那次的總統大選行情一樣 年後會怎麼樣 紅包行情會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回過來整個大凡家群指數 真的如我們所事先規劃的 整個新春開紅盤之後 台股是不是就像我所講的 一路上來過程當中一直跟投資人講 第一個你不要亂放空 空單一定會被咬 第二個有空單的投資朋友 當時從8000點告訴你 你一定要補 由不得你不補 8000點你不補 你再等8200 8200你再不補 8300 8400還是要標準補 你想說漲到8400了 壓力區了 這盤是不是要回檔了 要漲到8500 看到8500點 你覺得這盤是不是要掛掉了 抱歉8600讓你看到 8700讓你看到 好前幾天上個禮拜 來到整個 8727點的時候 來這邊導播稍微放大 稍微留比較長的上影線 很多人想說 是不是點到年限這排要結束了 我還是跟你講 不會這樣就結束 我說一定會讓你看到 台股站在這條 所謂的年限之上 這個我是在之前就講的 而且我講得很清楚 在三月份這禮拜 三月份台子集結算前 就有機會讓你看到年限之上 那你會發覺沿路就是一路 像我們所講的 沿路一直嘎空 一路看回不回 講得很清楚 這是嘎空行情 而且這一波的強嘎空行情 是一路直接嘎到底 這我們都是一路 我跟你講 一路直接嘎到底 所以空手投資 你不要說等回檔才要做多 這一波拉回就不能買了 聽清楚 這一波如果正式拉回 你就不要短期間 不要亂買股票 你會被套牢 這是一波直接嘎到底 換句話說 第二個你手上有空彈投資 由不得你不賭 一定要補 你現在回補反手做多 你還有機會反敗為勝 你千萬不要等到一些強嘎股 真的在嘎你20% 30%上去的時候 你到時候要補 可能都已經為之以緩了 所以對整個行情 我看法沒有改變 目前還高達 光上市就還有47萬多張的農卷 等著要怎麼樣 開始準備做強迫回補的動作 所以針對整個大盤加群時數的部分 來這個又是 你要看得懂 我跟你講的字 行情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年限上下震盪 今天雖然大盤指數越過年限 我還是跟你講年限上下震盪 這條年限 聽清楚喔 這個年限的反壓 它不會一次今天跳上去就站穩 我希望你聽得懂 再給你表達什麼 年限不會一天跳上去就站穩 所以這行情仍然是持續年限上下震盪 但是雖然大盤指數可能短期間 還要這邊年限上下震盪 你不用怕 做多的投資朋友 做股票投資朋友 就是這句口訣記住 空頭不死心 折股偏多操作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資朋友 你不要看指數 這邊就是積極折股 就好像剛剛蘇顯跟投資者所講的 今天雖然大盤指數漲47點 怕你上市貴漲停加速 比47檔還要多 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都是漲這些我跟你講的 最近不是跟你講嗎 低檔的補償股 所以你仔細去看 今天漲停的加速裡面 大概有八九成 股價都絕對沒有超過50塊 應該沒有錯吧 而且這個漲停的加速裡面 大概有八成以上 都是這一次從低檔上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跟投資者講 大盤指數已經來到年限上下附近了 這邊要買什麼 三低一高的股票 低基期 對不對 你看今天漲停的加速 大部分都是低檔的股票上來的 第二個低價 什麼叫低價 50塊以後這低價股 中低價的股票 你看今天漲停板加速 有八成都是中低價股票 第三個叫做什麼 低股價淨值比 這些股票進可攻退可守 一高當然叫做 高獲利的高股息殖利率股票 好 那我們說如果這個叫做 要強迫回補 我相信其實這一波的 嘎空行情裡面 從之前如果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一下 3324的一個雙紅 從之前這個開紅盤當天 在50塊附近 我就跟投資者講 這幾個票會嘎空 一滿手的空單 一堆專家的雙紅的空單 還打死不補 沒關係你賣報 說真的空單 人家中時戶大戶 就一路給你嘎到 讓你強迫回補為止 今天漲停再寫下 整個波段新高 除了這檔股票 是我之前在過年前 跟你提示的 會強力嘎空股票之外 包含我相信這一兩天 其實你從上個禮拜開始 你如果從上個禮拜 你有每天鎖定 我跟蘇賢的早盤的盤中年限 投資物都很清楚 我說繼雙紅之後的 兩檔全新的嘎空的股票 一檔叫做2498宏達電 談到宏達電這檔股票 你看這一波強力嘎空上來 目前到上個禮拜為止 還高達17000多張的農卷 準備要強迫回補 那這支股票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 會跟你談宏達電 會跟你談TPK的 但是我相信 市場上應該也沒有幾個人 可以像我們一樣 來 老婆這邊稍微放大 3月7號 沒有人可以 應該沒有幾個人 可以拿出這種證據來 3月7號 FB股市群會裡面粉絲團 3月7號 FB股市群會的粉絲團裡面 我所po的文章 你自己去看 證據就在那邊 那個3月7號 我po在FB股市群會裡面 粉絲團裡面的那篇文章的 最後面那一小段 我都可以跟你講 你如果要驗證你去查 就在3月7號 FB股市群會裡面 所po的文章的最後那一小段 我跟你講這個股票會嘎空 你看從3月7號 到今天3月14號 一路強嘎空上去 另外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我相信今天這支股票尾盤 拉到漲停板的3673的TPK 今天很多人開始的 什麼小戶指標 什麼低檔翻多開始做多 很多人又開始談TPK 奇怪 低檔區都沒有人在講 我記得上個禮拜 TPK在這邊震盪的時候 還有專家說 這個TPK怎麼可以做多 這個叫壓力 對不對 來這邊稍微放大 這個開高走低下來 就可以說壓低壓力 最高做多人會被套 怕你你看TPK拉一根漲停板上去 他馬上又改口了 看圖說故事 他說他的小戶指標 低檔翻多 買進又賺漲停板 真的是叫做胡說八道 今天拜託人家說不行 今天漲停板指標已經在低檔翻多 這個就是你所看到的 為什麼在7600點 放空被嘎到8600點 被嘎到800點不敢吭聲的專家 那我們不要談別的 我們談這支重點 3月7號 FB的股市群會裡面 你自己去看證據 我就跟你講這個股票會軋空 那這個特別要注意 宏達電視還沒有公布日期 TPK早就已經公布了 對不對 下個禮拜一 目前還有高達5000多張 將近6000張的農券 等著在未來這個禮拜強迫回補 禮拜一最後一天的強迫回補日 好 那麼說你會發覺這些股票 我們都是之前 你看當時在3月7號是在這邊 還沒噴出去 就跟你講這個會軋空 就好像我們之前 什麼叫領先市場 我們在之前在低檔區 有沒有 沒有在今年1月中 全市場沒有人看好原油 油價 沒有人看好原物料股的時候 誰在這邊告訴你油價要強力反彈 包括先漲5成再說 這一波油價先彈5成再說 誰在這邊告訴你油價要反彈 對不對 是不是 性格好失誤 這一波原石油 17.5%上去 好 之後油價反彈 我們是在告訴你 對不對 這一波的 什麼原物料族群的 報復性的什麼 這一波的一個強力性的一個中期反彈 這一波的中紅紅運張頭 我在4.7公開的 跟無條件的跟個頭之後做分享的動作 如果當時你在過年前 你有跟我們線上符文聯絡 在這個1月底2月1月底這邊 你看1月底這邊 我們無條件的跟你分享這一檔股票 就算你沒有買在這低點 你在這邊4.7 你有跟我們線上符文聯絡 我們無條件跟你分享 不要說去那八塊 到這邊 我說建豪就收的時候 光這一段 你掌握到 你都有5成的獲利 對不對 中紅我們也講的 全部建豪做收 你看最近都下來了 包含在整個航運股的中航也是一樣 是不是在低檔 我每次無條件跟你分享 對不對 在元宵節的那一天跟你分享的 破底翻的中航 破底翻系列都是產出航運股票 這一波有沒有噴出去 8天漲了29% 那這個就是一樣 你會發覺什麼叫領先市場 今天TPK漲停 大家都說有TPK 小戶指標都說他的指標翻多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辦法像我們在3月7號 跟你講TPK會打空 同樣道理 你看原物料族群 這一波大漲之後 所有人之前都在跟你講 原物料會不會大行情了 結果說什麼 這禮拜 過去這個禮拜 原物料股沒有漲 從此不敢跟你講原物料族群了 對不對 那單等的原物料族群 我們全部獲利出清 這個不是說最近這幾天中航跌下來的 最近這幾天中航跌下來的 我們才告訴你獲利出清 我都公開的在節目告訴你 我們都在高檔做一個獲利調節動作 那你要聽清楚 手中如果你有原物料投資 你要聽清楚 這一波原物料股 搬航運股 搬鋼鐵股都一樣 如果你萬一被套到你會套很久 有些話我點到為止 我低檔帶你做多上來 再高檔我帶你獲利了解 那我這邊再好心的提醒你 如果原物料股 如果你過度追高有賺不得的話 這一波套到你會套很久 我希望你聽懂我在跟你講什麼 這一波原物料股套到你會套很久 好那整個原物料股上來之後 甚至包含在整個宜特 做國標的錢一檔兩檔 接著一直賺上去 宜特118塊半 我們也公開告訴你 我們獲利出清 對不對 等它震盪整理完 如果真的基本面 要早買點基本面持續獲利 要買再買回來都還來得及 好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想你看到的整個之前的 從整個原石油 到最後的鋼鐵航運 對不對 之後是緊接著跟投資有講的是 兩檔入股的ETF 當時入股跌到破敵 全市場也是都肯看壞入股 對不對 唯有星期老師我告訴你 入股要做一波反彈上來的 那你會發覺 從整個入股上來的過程當中 包含上陣二叉 當時在24塊上下附近跟你推薦 也漲了21.5% 對不對 我說來到這邊季線附近的入股 本來短線就要做震盪 包含在整個互升二叉的海底牢 對不對 這一波也從低檔 9塊錢跟你講的 我說這種低價 低價人氣股 低價又有量 每天好幾萬張成交量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講 上陣二叉跟護身二叉的時候 都講清楚 這個適合不論是大資金 中資金 小資金的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參與的標的 比方說我們就一直在舉 護身二叉跟投資的分享 他說如果你就算只有 三五十萬在操作 你買30張護身二叉 花你不到30萬 因為當時在9塊 你買50張護身二叉 花你不到50萬 對不對 你都可以買個50張起來 對不對 我說如果你大資金的投資朋友 你說以護身二叉 每天成交量 幾乎都在10萬張上下的 那種亮大人氣股 你要500張 你要1000張 你要2000張 我相信對那個短線的 都是好進好出 是不是代表是對的 所以這一波的護身二叉 我們幫你掌握到20% 我記得這一波拉上來 大漲兩層的護身二叉之後 我是不是在上個禮拜 不論在上個禮拜二 在台北所舉辦的那場活動裡面 跟投資朋友所分享的 來參與那場活動的投資朋友分享的 以及帶著我們所有的家族成員 買進的另外一檔股票 甚至在上個禮拜五 我無條件 禮拜四跟禮拜五 我無條件跟各位投資朋友 分享的這一檔 標股直達車 有沒有 我說這一檔標股的直達車 就有點類似 富生二叉 如果之前這段時間 你有跟著我賺到 富生二叉 20%兩下的投資朋友 恭喜你 我們繼續 趁勝追擊 再給他賺下去 一檔接著一檔 繼續給他賺下去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 如果你之前這段時間 你是驗證的 給他看 看我們賺錢的投資朋友 沒關係 不要放棄 不要氣餒 我說行情還沒有結束 對吧 那你錯過了富生二叉 這種低價翻身的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還特別強調 如果你資金比較少的投資朋友 好不容易有這種 十塊一哈 又亮大人祭苦 讓你好盡好處的標的 最主要的是 勾譜要在底部區 因為買在底部區 買在相對低檔區 買得夠便宜 成本夠低 所以各位投資 你不覺得嗎 為什麼辛傑老師的家族成員 不敢說我們獲利 我們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賺錢機率那麼高 高達八九成 幾乎都是十拿九穩在賺 就是說偶爾不對 一檔檔小賠出場而已 都不會虧到大錢 但是一賺 少著都是十幾二十趴 甚至二十幾趴 七八成的股票 你都看到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 這種就是因為 我們都是買在底部區 同樣道理 是不是在上個禮拜 告訴你這檔底部區 你看 這個是底部區的股票 而且我在上禮拜跟你講 你要領先市場知道 這條半年線 之前都壓在半年線 我說這次不一樣 因為這次半年線要走平盤羊 跟之前在八千兩百點 我說大盤的加權指數不一樣 半年線要走平盤羊 所以說這個壓力 一定會馬上突破上去 來 這支鉤票那時候在多少 九塊上下 來打播這邊稍微放大 是不是一樣在九塊上下 附近的登記標股 這支鉤票 我今天直接跟你公布答案 因為其實短短這兩三天 這支鉤票已經漲得大概 將近10%上來了 這檔股票就是 面板股的2409的有大 面板股的2409的有大 這兩天的漲幅 遠大於3481的群創的漲幅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因為它跟群創還比 它離連線的距離 還比群創還要遠 所以最近這幾天 你看外資跟投信 不斷在大買超的 就是在2409這檔股票有大 對不對那你看回過來看 整個有達 不要說盤中最高來到10.05 重新回到片面 就算這樣子一小段上來 短短的這三天左右的時間 我跟你分享的9塊3 到9.96 目前也是7%了 有沒有 漲完了沒 我認為還沒有 或許短線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我認為這個底部 才剛開始上來而已 這種低價的股票 開始上來的標的 對不對 已經開始拉上來了 人氣的股票 這種量大人氣股 稍微拉開了 我們家族成員的成本 或者說拉開了 上個禮拜 你只要跟我們線上 符合聯絡的投資朋友 那我就直接公開 恭喜 還有一支 低價的人氣標股 目前又持續在 貨利當中了 對不對 那甚至包含在整個 2316單子店這檔股票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去年前三季賺了15.63元 最近隨時會公佈 它的股利政策 那我相信 其實各投資人 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最近很多股票 一旦只要公佈 股利政策 那股息值率非常高的話 那股票都是直接先 跳空大漲再說 甚至看到 都是直接先 跳空大漲再說 所以如果未來這幾天 要隨時公佈 它的股息值率率 我認為除非 它的股息值率率 真的公司太小氣 配得太少 不然如果以它可以 配到6到10塊錢之間的話 股息值率率 應該有20到30%來講的話 我覺得公佈的時候 應該股價是可以直接 跳空大漲上去 所以這檔股票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好 那除了這段時間 你來講 我相信各投資都知道 不論從整個 所謂的之前的 原油價的原石油 到原物料的鋼鐵股 跟航運股 以及到之前的 上陣熱差 跟互生熱差之外 最近你看 看到的 有達這些股票在上來 所以你會發覺 股票不用多 你看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跟你介紹股票 也沒有很多支 但是你看賺錢機率都非常大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如果掌握到這個三月份 你如果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賺到大錢投資朋友 我為什麼要跟你強調 三月份很重要 要賺錢三月份 未來這兩三個禮拜 你沒有賺起來 四月份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四五月要賺錢 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我先給你點到這邊為止 好 那整個在三月份 這邊的淘金計畫裡面 我說我們股票不用多 一次一兩檔 最多兩檔股票 主攻兩檔股票 你如果說一次買八檔 十檔 二十檔 說真的 以你有限的資金 都把股票分散掉的 也賺不到大錢 所以我們說過的 標股雙八天 一次一支 兩支 看個人的你的一個操作 行進或你的資金的水位 那兩檔股票來操作的過程當中 就像我們講得很清楚 一檔大漲 我們就獲利調節一檔 然後再補一檔給你來做 如果兩檔股票從時飆出去 就像之前的上陣二叉 附身二叉 兩支同時飆出去 那沒關係 我馬上再找兩檔 低檔起漲股票 補給各投資朋友 讓你從低檔賺上來 所以如果針對這個標股雙八天 這個活動 你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三月份大概還有將近三個禮拜的時間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因為三月中下旬到三月底是最會軋空的時候 是這個行情最火熱 股票最會飆的時候 我希望你聽得懂 是這段時間最會飆的 那何謂雙股雙八天 接下來我們要鎖定的 拿兩檔股票 我待會下半場 再跟投資後 稍微再做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線上繼續鎖定 輪圓投顧 認真 負責 專業 結成為您服務 服務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吃糖 糖尿病不能吃太多糖 哦 阿嬤 阿嬤 我是睡著啦 那你是冒冒冒冒冒 尋利寧可輔助改善 末梢血液循環 尋利寧 我是你 主要的材料像叉燒肉 叉燒肉 花枝 還有這個蝦仁下去 師傅 妳好大方哦 我覺得最後那個XO醬 這很大的功勞 因為它整個就是把那個 所有的味道啊 就是包覆在裡面 冰式也推出了他們的餐廳 你在裡面你可以吃到 各種料理的特色 那比如說它會有日本料理 還會有異國料理 那也有一些其他的料理 綜合在一起 你有看過這個嗎 什麼 香港的人 他們住的 每週六下午1點 請鎖定 發發樂活去 帶你出遊去 孩子的助牙 是爸媽的責任 原來他用 德納兒童牙膏 他能強化牙齦組織 鞏固髮固 德國原裝進口 韓服配方 能有效預防助牙 好牙齒是自新的開始 得耐兒童牙膏 沒助牙 止痛觀念 要改變 很多疼痛 是發炎所引起的 要止痛先消炎 頭痛 牙痛 生理痛 及早服用三十余攢標 消炎止痛定 避免疼痛惡化 嚴重疼痛 吃兩病 是安心的止痛藥 情熱名三十余攢標 消炎止痛定 歡迎在東哥道股市群英會 剛剛留了一個伏筆 這個玄虎策略 請信兄告訴大家 我想其實這邊 我們還是會選擇一些 比較低檔 低基級的一些 低檔轉強的股票上來 包括我們在上個禮拜 也是跟投資者 無條件分享這檔 是低基國 今天這檔股票 我還不打算公布 不是他沒有漲不想公布 今天收盤也是漲三塊錢 起三塊的股票 不想公布的原因是 我要等 離我們的家族成本 再拉開一點點 或者以及 跟上個禮拜 你無條件來索取的 無條件來跟我們 我們無條件跟你分享 你只要跟我們線上 要分聯絡上的 等你的成本再拉開一點 我再跟你做公布的動作 這檔世紀帝國 很簡單 去年財報已經公布了 包含去年第四季賺了5.56元 去年全年賺了14.5元以上 整個都是整個歷史新高 掛牌以來新高 這檔股票你看 就算去年賺14塊半以上 本益比到目前 已經收盤價還不到10倍 而且今年也是具有高配息的題材 所以今天漲3塊錢 我認為震盪完 搞不好都要高點 而且這檔股票 也是所謂的中國的一個 最新政策的一個什麼 受惠股之一 所以我這檔股票 從底部上來的 我剛剛講的 今天漲3塊錢 股價還是持續創新高 但是我要等再多漲一點點 拉開我們的家族成員 以及上個禮拜 有跟我們線上符合聯絡的投資朋友 等我們的成本 大家一起拉開了 我們在節目中 再做公開的動作 除了這檔股票之外 我想另外一檔 就是我們全新鎖定的 另外一檔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 這檔是基右生氣族群 我想這邊的生氣族群 還是要看個股表現 在耗鼎解盲之前 我帶著你把所有生氣股 全部都獲利出金之外 這次的下來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不是跟你講 我只有看好的 這一檔的生氣族群 這是到目前為止 少數為二 創下今年新高的生氣股 這個叫我要噴出 沒有 這是看這個東西就知道 拿到FDA要證的 這一看就知道這是生氣股的 對不對 那這檔生氣股 我不是等到這兩天 噴出大漲 我才拿出來跟你怎麼樣 放馬後炮 你會發覺 當時在整個法人 還在怎麼樣 大戶在吃貨過程當中 這檔股票已經收電到尾聲的 4746的台藥 我就已經領先市場告訴你 基義高評 我們家族成員已經進場了 好 整個台藥 我在上個禮拜五 噴出的時候 我也在節目當中跟你公開 基義高評 今年的獲利 還會比去年還更好 所以談到整個4746台藥 來 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一下他的一個 今天的一個分時走勢圖 來 分時走勢圖 你看今天早盤 你還有盤下可以買 對不對 還有盤下讓你買 也是一根中長紅上來 今天再度的寫下新高 短短兩個交易日噴出來 已經漲了多少 十幾%上來對不對 好 那整個台藥這邊 連續兩根長紅噴出 股價再寫下 今年波段新高之外 聽清楚 針對如果你喜歡做生氣股的人 你喜歡跟著信杰老師做機優生氣股投資報 我在今天盤中 再度帶著我們家出成員 買進一檔機優生氣股 這檔機優生氣股 我認為 搞不好未來這幾天 隨時準備寄4746台藥 連續長紅噴出 創下新高之後 這檔機優生氣股 搞不好最近這幾天 也準備寫下整個波段新高上來 所以 如果你想要跟著我們 在第一檔卡位佈局 然後等到股價連續長紅或是漲停噴出 歡喜收割投資朋友 我講的三月份最好賺 聽清楚 未來這一兩個月裡面 三月份最好賺 所以整個三月的淘金計畫 股票不要多 兩支 主攻兩檔 第一檔起漲的標的就好了 針對這個標股雙搭 今天這個活動 你有興趣的 你想跟上車 想賺錢投資 我們都歡迎你 現在趕緊跟我們線上符文 保持聯絡 因為標股不等人 好不好 謝謝 好的 非常謝謝信杰兄 那麼在股市軍會上重大的時候 特別影響大家這個選果策略 感謝你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了